耳機這個產品在今時今日玩音樂已經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配件 無論你是在台上或者是台後 你都需要一個適合你的耳機 或者是幫助到你聽得更加清楚的耳機 哪些耳機才能令你聽得更加清楚 或者是適合你的需要呢? 這個影片我們就會分享一下 究竟在不同的環境裡 怎樣去挑選你要用的耳機 在外觀上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型就是大大隻 大在頭上 第二類型就是小小隻 塞在耳朵裡面 如果你要英文分的話 第一款就叫做 headphone 而在耳朵裡面就叫 earphone 而在 headphone這個類型裡 就再細分了幾種 今天我想介紹兩種 第一種叫 close back 是比較封閉式 是比較封閉式 它的好處就是 有少少跟外間的聲音有些隔絕 幫助你聽得更清楚 在耳機裡面發出來的聲音 第二種就叫做 open back 外形其實很像的 你需要去到看說明書 或者它的原廠的資料 你才知道那個是open還是closed open back的特點 就是它不隔音 所以如果你的環境有其他的音源 其實你就會聽得不清楚 或者你要開得很大聲才聽得清楚 closed back的設計 它會幫助你隔開一些外內的聲音 讓你更加可以聽得清楚你想聽的東西 這個不好處 其實比較不像一個自然的環境 open back就是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完全沒有用隔音來做考慮 主要就是想呈現一個最自然 最好聽的聲音 這個就是它的出發點 第三個類型 就是我現在最常用的Earphone 它是入耳式的 我看到坊間已經有很多不同類型 不同的牌子的選擇 它主要的特點就是 塞在你的耳朵裡 將大部分外內的聲音都隔絕了 所以你會相對 用比較小的音量 聽得比較清楚你想聽的歌 或者是聲音 當我們了解到 不同的耳機有不同的特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 而選擇 合適那個場合的耳機 當你是一個台上的樂手 你需要用耳機去監聽的時候 你應該選擇哪一款耳機 首選 我就會選擇這款Earphone 入耳式的耳機 主要的原因是 台上 會有其他樂器的聲音 譬如你是結他手 你旁邊有鼓手 那個真鼓的聲音 除了在耳機裡 可以調出來之外 其實 自然地 在這個環境 就存在了很大聲的真鼓的聲音 這個時候如果你用一副 沒有隔音的耳機 後果就是 你要開到耳機很大聲 才聽得清楚你想聽的主題 當然 這樣會令到我們的耳朵 會承受一個很大的音壓 或者去到損害我們的耳朵 我知道 有些人都很喜歡帶close bag 去到台上用 這個也可以的 但一來它的配戴性 會比較容易 因為你的動作 去到掉了出來 或者是走位 如果當你彈樂器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方便調教的 而這一方面 耳朵會更加合適 相對不容易走位 所以我會建議 在台上彈奏的樂手 一定要配一副 可以隔音的耳機 這個是對你的耳朵 一個很重要的保護 因為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用手機 附送那種耳機 它們是不適合在台上 因為是沒有隔音的效果 如果做聲音應該怎樣選擇 如果你是做現場的混合 其實你主要的責任 就是聽House的喇叭 出來的聲音 你的耳機主要用來分別出 每一個不同的頻道 它是什麼聲音 或者聲音裡面有什麼瑕疵 它用途不是用來混音的 因為根據這樣的情況 你的耳機需要怎樣使用呢 就是可以配戴方便 即是隨時可以脫下 隨時可以戴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Close Back其實往往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它的性價比相對高 價錢便宜 而且它的內用程度 舒服的程度都是高的 而當你是要負責直播 或者是錄影的聲音 這個不是現場的聲音 是一個放到網路上 或者是後期製作的聲音的時候 你的選擇 最好就是用這一封 入耳式的耳機 入耳式的耳機的優點 就是它的音域相對是比較廣 而它的隔音能力是比較高 是比較適合用來做混音 我手錄上這副SENIZER HD 650 它是很適合監聽 欣賞音樂的時候用的 所以它的用途 就是適合現場沒有其他雜音的環境 例如你去Studio 或者在家聽歌 或者在家做混音 在一個相對比較安靜的環境下 去到進行混音 在音樂、Mastering 或者是純粹享受一首音樂的時候 你就很適合用這種耳機 看來三副耳機都各有特色 沒錯 通常我們做音樂的 就不會只有一副耳機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就會用不同的設備 好像三副耳機都要替換一下 譬如如果我要做混音 我主要用耳機 來做我第一個混音 當我覺得很滿意之後 我就可能換另一個Open Back的耳機 看看這個耳機聽到的效果 是不是都很滿意 最後可能我就會放在喇叭上聽 用不同的耳機 認出一個不同的環境 讓自己聽聽聲音 我們都會喜歡 這就是我的方法 最後分享一個小貼士 接豆除了有分 3.5mm 6.5mm 這兩種之外 其實都有分 它是TRS 還是TRRS 主要你看看頭上有多少個Ring 有多少個環 我們一杯舞台上用的 Audio耳機 是要兩個環的 三個環這一種 可麵則麵 好了 先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